天下有五门七派 大家同气连织 斩妖出魔 维护世俗的安宁 除此之外 还有隐氏家族 这个就很多了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大多不参与世俗之事 还有最厉害的龙虎山张氏家族 和各大门派关系都不错 朝廷的青天节 就是张家单约 张家和朝廷合作紧密 我们门派有门规 不许和世俗中人联姻偷婚的 否则废除修为 逐出门派 所以和龙虎山联系不多 除非有大事 再就是佛门 最是虚伪了 我不太喜欢佛门中人 我也不喜欢 断情绝爱 好像自己不是人生出来的一样 太不讲人情了 温姐姐说的太对了 我这么说 爷爷还兴致我呢 本来就是事实啊 女人有了共同讨厌的人或者东西 这友谊就来得是莫名其妙 温竹青和吴玉秀前一刻还针锋相对呢 下一刻呢 就好像是多年未见的亲姐妹 一父一母的那种 陈青山都傻了 所以说吧 女人呢 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动物呢 两人聊得热闹 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子时 气氛也更加的阴冷 今日是十五 今日又是极阴之地 怕是会有东西出来 大家小心了 众人警惕 一颗心都提了起来 字字嘎嘎的声音响起来 温竹青示意大家蹲下来 藏到了灌木丛的后面 盯着极阴之地 一个个动作僵硬的人爬了出来 僵尸吗 噓 温竹青捂住了吴玉秀的嘴 僵尸嗅觉敏锐 最喜欢活人的气息了 被发现了 他们都得玩玩 好在僵尸都忙着爬出来 没有发现他们 僵尸们聚集在窝地 齐齐伸出了双手 一股股看不见的阴气 被他们吸收 一个个都露出了享受之色 吴玉秀紧张地膀胱发紧 今儿晚上可真是刺激 秦吴慧眼神闪烁 目光落在了温竹青的身上 拉了一下身边的人 慢慢地后退几步 万一有危险 让温竹青先挡上一步 温竹青知道这个人 长辅身心思重 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阴险 这还没发生危险呢 就想着让自个儿来顶杠了 果然 没有危险的时候 猪队友 那就是最大的危险 当时吴玉秀这个傻白田 还不知道齐伍会的小动作 一心都在僵尸身上 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展身手 消灭僵尸 为名除害 扬名立万 僵尸们吸收着阴气 短时间之内没有变化 温竹青呢 也放松了一下 盘算着要不要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响起了一声惨叫 温竹青按道一声糟糕 果然 所有的僵尸 急刷刷地向他们看过来 不错 谁弄坏事 温竹青这才发现 其无讳 他们已经退得老远了 只是被棕熊给挡着路了 一个个面色惨白 哆嗦着 差点没尿了裤子 棕熊别看他笨重 行动却非常的敏捷 原本他们和温竹青在一块 以为呢 也是同伴 又鬼鬼祟祟的 这个动作 他熟悉啊 就跟他们恶作剧 挡住了他们的退路 胆小的呀 这一回头 好大一颗熊脑袋 不叫才怪呢 可结果呢 这一喊 就坑惨了温竹青他们 你们做什么呢 秦兄 你这么做可不地道 青云门果然一种混杂 不讲道义 今日之事 我陈青山记下来 倒是七秀门那个女弟子 纳兰家 没有跟着撤离 别说话了 他们来了 一群僵尸跳起来 那一蹦三尺高 极为敏捷 怎么办 温姐姐 我们会不会死了 不会的 跟着姐姐会 能让你死了吗 温竹青拿出了几张符纸 拍在他们身上 摒弃净声 别说话 别放屁啊 我现在也没有啊 这是什么符纸 我怎么没见过 举音符 陈青山顾不上震惊 举音符拍在身上 僵尸也冲了过来 出乎秦吴会等人的意料 他们竟然忽视了温竹青他们 直接就冲着他们来了 怎么会这样 温竹青笑眯眯的 拖着个腮看戏 坑忍者 人横坑之 这个姓秦的 偷积不成十八米了吗 这是何故啊 巨音符啊 咱们现在也满身阴气 在僵尸眼里就是同类 你现在就是去他们面前蹦的 都不会攻击你的 温道友 佩服了 纳兰道友 做我的伙伴 比做我的敌人要幸福 你应该庆幸刚才的选择 纳兰家微微的尴尬一下 我不是相信你 只是单纯的讨厌其误会 这是一个虚伪小人 确实 秦无惠他们已经抵挡不住了 僵尸实在是太多了 被逼的是手忙脚乱 反而是大宗雄 帮他们挡了不少的攻击 他厚厚的皮毛 僵尸的爪子都破不开皮毛 那就跟脑痒痒似的 这些僵尸 有些奇怪啊 温竹青竟然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三魂六魄 也就是说 这些个人 他还活着呢 这是活死人 与僵尸又不一样 制造僵尸时间长 不如活人来得快 幕后之人掌握着一门邪术 这事可真是棘手了 活死人啊 那是不是还有救 难说 虽然是活死人 看他们这样子 应该有一破被人给控制了 这是磨门中人的手段 咱们还是撤吧 这事咱们也处理不了 还得坐门的长辈过来处理 温竹青有一些纠结 要是就此离开的话 魏千燕那个变态 能放过自家孩子吗 你们走吧 你呢 你又走一起走 你忘了之前要教训我了吗 怎么现在还依依不舍了呢 你说这事呢 你想留下来做什么 救人啊 这里有我不得不救的人 你放心吧 我本事大着呢 不会拿自己的面开玩笑 本姑娘 既然咱们遇到了 都是同行中人 没有丢弃同伴 自己逃走的道理 我们好歹能帮点忙啊 那这些人 不是丢弃怎么了吗 陈青山脸红 清云门好歹也是名门正派 培养的弟子 怎么就这么阴险呢 可真是丢了正派中人的脸 他是小人 温姐姐 别把他当人吧 我是不会丢下 姐姐自己逃走的 温竹青有一些感动 萍水相逢 茅山派的人 能处啊 好吧 我觉得 这事有蹊跷 打算进去底下看看 你敢吗 呃 哈哈 吴温姐姐需要放风的嘛 我觉得 我可以做这个活 好像不需要你放风吧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别给你爷爷丢人了 哼 去就去 谁怕谁啊 就是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看好你 吴玉秀一副宝宝想哭 但让宝宝忍着的表情 都乐了温竹青 救命啊 陈青山 你茅山派要见死不救吗 秦吴会扛不住了 不知道他们耍了什么手段 这些僵尸为什么不攻击他们 就只冲着自己来呢 其他的人也后悔了 温姑娘 我们愿意拿出法宝 求姑娘救救我等 行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心善 东西拿来吧 别给他 他不救我们怎么办 你们现在 有选择的余地吗 温竹青翻了一个白眼 这人自己是个小人 觉得谁都跟他一样 也是言而无信吗 秦吴会没转 拿出了戒子里的宝贝 丢给了温竹青 得了一张巨音符纸 那些僵尸马上就停下来 就好像迷失了方向的狗 使劲地抽动着鼻子 不知所措的原地转着圈 这么神奇啊 众人松了一口气 对温竹青多了敬佩之色 再也不敢轻视 她是一个散修了 多谢温道友 好说 秦吴会眼底闪烁着不满 都是正道众人 守望相护 那不是应该的吗 这么贪财狠毒的女人 以后 以后要她好看 温竹青也是懒得搭理她 我打算去地底下看一眼 你们呢 啊 看什么呀 这么危险 万一有更厉害的飞江人们游石怎么办呀 要不 请宗门长辈出手吧 哎呦 咱们只是来历练的 不来生死拨杀的呀 那你们回去吧 你说了我们的宝贝 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吗 怎么 你自己想去寻宝 赚取功德 就把我们打发了 嘿 温竹青这小脾气 再也忍不住了 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大男人的 事真他们多 你要是觉得亏了 我现在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把我的福祉还给我 见过恩将仇报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一号的 端着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亏你长这个男人脑袋 真别的 我都不稀罕跟你多说 温竹青说着就要把东西还给他们 有一有二 就没有再三再四 这个信秦呢 就是看他是散修好欺负 那可是打错算盘了 温竹青最不惯着祖宗了 别别别 温姑娘 我们没这个意思 哎呀 骑士兄信直口快 骑士心肠不坏的 是心肠不坏 但是贪心猥琐 小人一个 这种人谁敢收了你做徒弟啊 不怕脑袋后面长反骨 骑士灭祖都不稀罕 你 过分了 你先不当人的 嫌我过分 没人请你留下来 哪来回哪去 要不是不想与宗门撕破脸 温竹青早就让他滚了 我现在要去做我的事 你们乐意跟着就跟 但是死活我不负责任 又不是你们爹娘 帮你们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吴玉秀兴奋的两眼放光 温道友对人的时候好有魅力啊 他也想有这么利索的嘴皮子 可惜每次遇到事就只会生气 脑子跟嘴巴都好像离家出走了一样 就不好使了 每次都是事后懊恼 温竹青连他们都不想看 转身就去了精英之地 趁着僵尸们没回去 进去打探消息 陈青山几个肯定是要跟着的 剩下的人看了看情无惠 最终呢也跟了上去 温竹青冷哼了一声 也没拦着 这也不是自个家呀 能不能寻到机缘 各凭本事呗 他的巨音符还能撑上一个时辰 足够了 地底下出乎意料的安静 这是什么地方啊 好吓人啊 温竹青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地方 周围阴煞密布 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一阵摇铃声响起 一阵阵咚咚咚的脚步声传来 出去吸收阴气的僵尸回来了 啊 这是感尸数 这些僵尸被人操控 能撕了怎么呢 糟了 中了圈套 这就好了 给人家望中捉鳖了 怎么办 温姐姐 我也没办法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先看看情况 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温竹青耸了耸肩 他们也不敢反抗 巨音符没有效果了 现在这些个僵尸 虎视眈眈的眼神 下一刻就能扑上来撕了他们 让他们死无全尸 欢迎来到老夫的地下王国 各位正道的秦传弟子们 老夫可是恭候多时了 说话就说话 真能不嘎嘎笑的吗 听着像是鸭子一样 实在是难听 你们是河门河派 往上明来 无门无派 无意间打扰您亲家了 我现在走可以吗 你说呢 温竹青善笑 老头不好糊弄啊 怎么就没有老宁痴呆呢 哼 我们是五门七派的 你敢对我们斗舍 我们掌门不会放过你的 那又如何 是你们送上门来的 老夫也没请你们来 小丫头长得不错 肯定很美味 你是什么东西 哼 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 老夫当你爷爷都足够了 你还敢出言不逊 该打 哟 既然当爷爷了 就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 你到底想怎么样吧 弄这么多人炼制活尸 你不怕天道正法吗 嘿嘿嘿 老夫要是怕就不做了 这些人可没死呢 天道吹不到老夫的身上 温竹青了然 他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这些人严格来说呢 还活着呢 只是缺了一魂 并没有罪孽产生 天道呢就察觉不到他作恶 这么说来 你还是怕天道的 不过是躲起来 追踪不到你身上而已 这个基因之地 也是你精心准备的吧 聪明 可惜啊 聪明的脑子活不长的 你娃娃 老夫看你长得不错 让你做个厌尸 伺候老夫了 哈哈 敢问 您这么大年纪 还能行吗 还厌尸呢 老不死的老不兴 亏你有脸说出口 哼 你会知道老夫的厉害的 一伸手 温竹青不受控制的 就被他给吸了过去 脖子被他给掐住 今儿就拿你开开婚 放开温姐姐 吴玉秀第一个冲上去 陈青山也咬牙跟上 老头一挥袖子 把他们给打飞出去 幸好是有防护服 这才没有受伤 老魔头 有种 你就抱上名号来 老夫 久不在世间行走 怕是你们都不知道 老夫的名号 老夫 张孟江 是你啊 湘西敢侍门的叛徒 是那些老东西 石骨不化 若是按照我的想法来修炼 敢侍门现在已经走出湘西 占据修真界的 一席之地了 哪会窝在小小的湘西 被人瞧不起呢 你们能放下我在聊的吗 老头的手掌力气太大了 挣脱不开 挣扎了一会儿 手掌落在黄金座椅上 温竹青下意识地运转灵气 把黄金座椅给收进了空间荷包里 府邸戳心呢 老头一个不稳就摔了下去 温竹青也被摔到了地上 温竹青也被摔到了地上 温竹青 你这么喜欢黄金啊 姐就是这么庸俗 就喜欢这种俗物 没控制住啊 温竹青脸上微微一红 这都生死关头了 还顾着抢黄金呢 他这形象算是彻底的破灭了 找死 温竹青再也不会上当了 爆破服不要钱一样的拍出去 头也不回的就往外逃去 快跟上 爆破服阻挡不了多久 顶多是斩查的功夫 他们能逃多远算多远 希望能够找到出路 慌不择路地进入了一个山洞 也不知道通往了哪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 会不会死在这儿 找老门还不来救我们呢吗 温竹青突然停下来 他们差点就跟迭洛汉一样地撞成一堆 怎么了 没有路了 啊 那不是死定了 你们师兄 就没有给什么防身的宝贝吗 不能放弃让你们傻乎乎地出来闯荡吧 众人眼神闪烁 温竹青冷笑 就知道他们藏着一手呢 他也不慌了 弹息坐一下 调戏伶俐 等着张梦江追过来 我师尊赐下一道分身 待会儿我来阻挡他 我爷爷也给了一道 孙琪娜 你呢 你可是青云门大长老的亲孙子 你爷爷肯定给你宝贝了 给你铺利了 温姐姐已经很尽力了 温竹青看了他眼 原来是会投胎啊 要不然这种小人 几辈子都进不去这样的正派宗门 秦吾会拿了一个锤子出来 温竹青 这脑子里面就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一首歌 惊雷 这通天修为 天塌地陷 紫金锤 这是紫电锤 对付邪碎 做事有效 我可是把保命东西都拿出来了 你们也别藏私了 于是 一个个的都拿出了好些宝贝来 你们真是不要脸啊 逼着温姐姐帮你们 合着一个个都藏着一手呢 亏我把你们真心当道友了 那是师妹你太单纯了 除了亲生父母 谁会对你讨心讨肺啊 以后可长点心吧 温竹青多想对他竖起大拇指 陈师兄说得太对了 来了 吃我一锤 秦吾会他又行了 一锤砸下去 倒倒子电闪烁 一道惨叫声响起来 邪魔歪道 今日我替天行道了 又是一锤子砸下来 张梦江及时地闪开 小子 这锤子是不错 可惜 你不是雷灵根 修为又弱 发挥不出锤子的义成威力 老夫倒是看看 你能砸几次 秦吾会脸色阴沉 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这一锤子下去 三分之一的灵力都被吸走了 多来几次 不用打 他自己就先耗干了灵力 变成个废人 陈青山无奈 放出了师尊的分身 请师尊助我 一道儒雅飘逸的青山男子出现 张梦江 是你 你竟然没有死 你巴不得老夫死了呢 可老夫偏就不死 老夫还堕入魔道 假以时 老夫定会修成魔皇 把你们这些正道伪君子 全部魔化 来做我的奴才吧 哼 当年你师尊求情 让你保留全世 没想到 你非但不珍惜 反而还自甘堕落 今日本作 就让你魂飞魄散 来者乃是茅山派的大长老顾怀章 也就是陈青山的师父 顾怀章可是化神器的修文 虚空化福 张梦江也不敢嘴见了 张大嘴巴狂吸鹰气 喷出一道鹰气飓风 与顾怀章的符指撞在了一起 狭小的山洞里 两种力量碰撞 把所有的人都给撞飞了出去 幸好顾怀章及时地救下他们 没有撞在石壁上 避免了重伤 你再来几次 这些小崽子都得死在这儿 你只是一道分身而已 真以为能奈何我吗 顾怀章一言不发 继续攻击 打得张梦江影子都虚弱了 差点没消散 顾大长老威武 打死这个老魔头 吴玉秀太高兴了 还是大长老厉害呀 顾怀章却如奈一笑 这孩子也高兴得太早了 张梦江到底还是没死 再次聚起了自己的身体 狂笑道 再来啊 老夫看你这道分身还能来几次 这是老夫的主场 阴气无穷无尽 你杀不了我的 真的吗 顾怀章没有回答 大袖一甩 把所有人都给包裹进来 用尽最后的灵力 撞开了张梦江 冲出了地道 温竹青也被裹挟着出来了 他正打坐到了紧要关头 被他这么一搞啊 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温姐姐 那兰家塞给他一颗丹药 温竹青的脸色好了一些 这姑娘话不多 欣喜如沉 弄出 顾怀章把人都给送出来了 已经在林子里了 多谢顾章了 快走 顾怀章的分身也彻底的消散 让众人刚刚放下的心 又提了起来 危机还没有接触呢 老夫看你们往哪逃 一个个活尸蹦出来 露出尖利的獠牙 冲他们杀了过来 怎么办 众人面色如土 不得不动手 只是活尸刀枪不入 打趴下又站起来 真的是太难杀 温竹青脸色胀红 没办法帮忙 纳兰家给他吃的丹药 是巨灵丹呢 疗伤补充灵力的 只是呢 这药效也太好了 温竹青只是练气器的修为 意识之间 都已经消化不良了 他大概会成为 古往今来 第一个被撑死的修炼者吧 一个活尸冲他的脖子 就咬了过来 温竹青一挥手 就把活尸给打飞了 力量是以往的十倍 都闪开 放着我来 不想撑死 就只能发泄出去 温竹青彻底的爆发 一个个活尸就好像 麻袋一样的被甩飞了 啊 温姐姐好猛啊 糟了 我这颗药乃是天品丹药 温姑娘吃不消的 这 这会害死她的 啊 温姐姐飞下了吗 那怎么办 只能等他自己消化 发泄出去了 别误他法 温竹青大显神威 缓解了众人的压力 都觉得脚软 胸口酸胀 抓紧时间恢复灵气 温竹青这脑子里面 就只有一个念头 杀光眼前的一切生物 眼睛都冲血了 让张梦江都心惊肉跳 不敢上前阻拦 温竹青觉得 自个儿真的是爆发了 轰荒之力 就算天王老子在这 他也敢刚一刚 愣是把张梦江给打退了 躲在地底下都不敢冒头 这女的疯了吗 张梦江都郁闷死了 就算是温竹青她磕了药 那也不该这么厉害呀 可事实就是如此 张梦江也只能是 指挥手下的活尸 前来阻挡 希望温竹青早点消化了药劲 这么一等 就已经天光大亮 吴玉秀等人 原本还很担心呢 看温竹青打趴下 这么多的活尸 都游刃有余 渐渐的呢 也就麻木了 温竹青打趴下 最后一个活尸 一动不动 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了 妈呀 差点没舌在这儿 古代也太危险了 动不动的 就是什么魔头啊 活尸的 太他妈刺激了 小丫头 你没力气了吧 轮到你张爷爷了 你现在跪下求饶 爷爷还能饶你一命 孙子 想笑着你姑奶奶 姑奶奶都嫌你长得磕沉呢 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果然是反派死于话多 明年的今天 必定是你的忌日 不 你这种人无儿无女 忌日都没人给你烧纸 自己不觉得悲哀吗 死丫头数鸭子的 肉烂嘴不烂 老夫既然敢入魔 就没想过身后事 活着畅快了 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老夫可不舍得你死 这么好的皮囊 不做活尸可惜了 想抓我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陈青山心急如焚 他已经没法子了 总不能看着温主卿 被张老摩给杀了吧 你们谁还有法宝 快救救温姑娘 秦吴慧眼神一闪 老莫等 我们压箱丢人宝贝 都拿出来了 你用什么法子呀 不如趁此机会赶紧逃吧 找宗门长辈来 还能为温姑娘报仇 现在过去除了送死 没有一点用的 你们要不要走啊 要逃你自己逃吧 我是不会放弃温姐姐的 就算是死 我们也陪着温姐姐一起死 温姐姐救你几次了 你忘恩负义 还有一次说自己是正道中人 我这是权疑之计 难不成明知送死 非要做无畏的牺牲吗 陈道友 你别让你师妹任性了 秦道友 你先走吧 陈青山虽然觉得 秦吴慧的主意是最有力的 但是情感上 丢不下温主卿先去逃生 迂腐 都别吵了 快看温道友 他 他是不是要突破了 温主卿也很焦急 吸收了太多的药效 原本就练气巅峰 离着助机器只差一层膜了 现在却控制不住 要突破到助机器了 多好的苗子 可惜了 老父没有早点遇到你 守作徒弟也是不错的 张梦江自然是看出了他要突破 反而是不着急了 一个助机器的活石 比这练气器的 那可有用太多了 突破了也好 温主青梅哲 只能是一心突破 走一步算一步 他的灵力直冲脑门 三道白色的云朵形状的灵气团 在头顶聚集 惹来了众人惊呼 三花聚顶 张梦江见多识广 却也没有见过 谁助机器就能形成三花聚顶的意象呢 不由得粗眉 这个女娃娃给了他太多的惊喜了 轰隆一声 刚刚泛白的天空 突然就聚集了大量的云层 一道道闪电聚集 雷结 是问姐姐突破的雷结吗 原因其突破才会有雷结 她只是助机器啊 这不合常理 温竹青也觉得不合常理啊 可是结云形成的压迫感 来自灵魂的战力 让她知道 这雷结是没跑了 娘的 你是妖孽吗 张梦江可是个邪魔啊 雷结可是她的克星啊 不敢再打温竹青的主意 转身就要逃回地下 以免被雷给劈死了 可温竹青却不干了 一把抓住她的手 嘎嘎狂笑 别走啊 张老魔 不是要练了我当活尸吗 怎么能走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魔头呢 我可舍不得你啊 你松手 就不对 温竹青生怕她逃了 用腰间的长领把她给捆住 死死地绑在自己的身边 笑得格外的疯狂 张梦江则拼命地想逃 眼看着这结云就要形成 来自灵魂的压迫 让她是肝胆绝裂 急得都快要哭了 你要怎么样才敢放过我 我舍不得您老呢 死也要拉着您垫背 黄泉路上也不孤单 当然 你要是能变成鬼的话 咱俩也有个帮 你有病吧 不找年轻小伙子 拉我一个老头子做什么 我喜欢大书法 不行吗 温竹青又是一阵狂笑 比张梦江还像女魔头 你有病 对呀 你有药吗 雷结是会锁定杜结人的 方圆无礼地 那都是杜结的范围 一般只能够一个人 凭着修为和法宝度过 要是有人帮忙呢 雷结就会加大 威力更强 所以杜结一般都是一个人 这也是张梦江觉得 温竹青疯了的缘故 拉着他杜结 雷结会加倍的 温竹青可不想那么多 他早就看淡生死了 能够拉着老魔头一块死 那也值了呀 轰轰一声 第一道雷结劈了下来 温竹青一个哆嗦 不觉得痛苦 反而还非常的享受 再来 他前世都没有杜结 也不知道雷结是一个 什么样的感受 反正啊 现在就觉得吧 酥酥麻麻的 非常的舒服 张梦江可就不舒服了 他浑身冒烟了都 头发都竖起来了 温竹青嫌弃的 一摸他的脑袋 都给弄成光头了 本来就丑 这发型更丑 我要笑啊 张梦江一肚子的 脏话想骂出来 最终呢 又给咽了下去 就怕他拿自个儿来顶雷呀 小心 又来了 这次是两道雷 威力更大 张梦江觉得 自己绝对是扛不过去了 从储物戒子里面 就取出了一个 破破烂烂的黑色旗帜 丢在了头顶 挡住雷紧 万魂三 出了名的魔器 可以吸收人的魂魄为己用 很是难产 什么东西啊 破成这样也好意思拿出来 温竹青一把就给抛下了 张梦江是目瞪口呆呀 他 他怎么做到的 没等他多想呢 雷杰来了 这次啊 被劈得更惨 浑身都没一块好肉了 温竹青用黑帆顶着 倒是毫发无伤呢 哼 还有点用呢 有什么好宝贝 都拿出来吧 温竹青自个上手 把他的锄戒子给扒了下来 翻找着宝贝 只是魔门用的宝贝 他都不会用 胡乱的丢出去抵挡 竟然是撑住了 第四波的雷杰 反观这张梦江 都已经昏迷不醒了 只有两条腿 那一抽一抽的 证明还有这一口活气 天空越发的压抑 最后一波雷杰降临 这次 只能是温竹青 自己扛着了 潘西坐下 运转灵力 遍布全身 心中没有畏惧 只有战意 来吧 有本事你劈死老娘 他只是住个鸡 为什么会有雷杰呢 是被天道给针对了吗 温竹青真是会做死啊 吴玉秀直无脸 哪有挑衅雷杰的呀 雷杰虽然是死物 却是有脾气的 这不 杰云更厚了 纳兰家也是不忍直视 已经想好明年 去给温竹青烧纸了 温竹青区区筑击 能扛得住才怪呢 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温竹青 丹亭的灵气运转的 看不清影子了 一道道白色的灵气 遍布全身经脉 渐渐的溢出体外 形成了一层无形的保护罩子 一道接着一道的 惊雷劈下来 温竹青只觉得 浑身的皮肤 犹如针扎一样 跟着呢 就是刀割一样的疼 最后是五脏六腑 疼得眼前一黑 差点没晕过去 灵气死死的 护住了心脏 竭力保持着 灵气的运转 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只要死不了 有一丝的理智 就本能的运转灵气 终于 九道天雷劈完了 温竹青也看不出个人样了 头发也是根根竖起 标准的爆炸头 雷姐满意的散了 完了吗 温到底我还活着吗 不知道啊 失手还有呢 没有化成灰 你巴不得温姐姐化成灰的吗 有没有良心啊 温姐姐变成这样 是为了谁 温姐姐 你死得好惨 吴玉秀并不觉得 温竹青还能活着 主要是 他那模样也太惨了 咱们给温姐姐洗洗澡吧 失手送回家 入土为安吧 只能如此了 等等 他 他还没死呢 纳兰家感觉到 他身体的温度 摸了一下他的鼻子 虽然是没有呼吸 但是他有温度啊 是不是被雷劈熟了 你才熟了呢 你全家都熟了 吴玉秀都恶心死这个人了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 我只是说说这个可能 那么多道天雷 能有个失手的不错了 要是真的活着 那就是千古奇观了呢 确实不正常 纳兰家抱着最后的一次希望 晃动了一下他 温道友 温道友 你醒醒啊 温竹青纹丝不动 毫无知觉 秦吴慧也凑上来研究了一下 看看 死透了吗 虽然很可惜 但是咱们还是面对现实吧 不 温竹青突然就喷出了一口黑气 郑重他的脸 把秦吴慧跟恶心的 直接转过身了就吐了 好臭啊 这是个女人 怎么这么臭啊 其他的人也闻到了 只是没有他这么深刻的感受 不会是央气吧 秦吴慧那脸都绿了 人死之后都会有着一股央气 卡在喉咙里 谁被喷着了 不死也得重伤 众人拿不准了 先找个地方安顿吧 太阳要升起来了 晒着温姑娘可就不好了 好 怎么一起搬动她 两个女孩子抬着温竹青 没有人注意到 温竹青手里攥着的锄戒子 发出了一道绿光 然后呢 消失不见了 这是张梦江的东西 被温竹青夺走 死死攥着没有丢了 找了一个平坦阴凉的地方 吴玉秀去打水 给温竹青擦洗一下 就算是死了 那也得擦干净 失手 走得干干净净的呀 晴慧会孩子吐呢 浮胆水都给吐出来 她敢发誓 这是她这辈子 闻到过的最臭的味道 就好像那发酵了 十多年的毛侧一样 臭的她呀 差点没原地去世 帕子擦在温竹青的脸上 突然觉得 不太对劲啊 外面那一层黑给擦了之后 露出了一抹粉嫩白皙的肌肤来 就好像那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粉嘟嘟水灵灵呢 不是 吴温姐姐这 不太对劲啊 会不会 会不会没死啊 摸了一下鼻息 这也没有呼吸呀 这算个什么情况呢 还是先洗干净吧 我已经给市门长老传信了 很快会过来 让长老们看看吧 好吧 吴玉秀继续擦脸 一张白皙漂亮的脸蛋 她都要嫉妒了 温姐姐竟然长得这么好看 可惜这头发有一些暗眼 吴玉秀也是手气儿 想给她按下来 血鬼一抓就是一把的头发 顿时目瞪口呆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吴温姐姐信吗 哎呀 你就不能轻点吗 我真的没用力啊 不信你试试 纳兰家也无奈 这已经秃了一块了 剩下的呢 也没有必要留着了 于是乎 温竹青就成功地 变成了一个光头 陈青山等人 对视野都有一些不忍之事 温竹青哪怕是光头 那也是极为漂亮的 温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能醒来 怎么收拾我都行的 温竹青此刻已经顾不上 外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一心都在运转灵气 稳固修为 到了助肌期 已经不需要呼吸 就可以维持身体的机能了 只需要灵气 就足够自身消耗 也无需吃五骨杂粮 可以避骨了 最后一抹灵气吸入了丹田 温竹青猛然睁开了双眼 吓得吴玉秀一哆嗦 温姐姐 你真的醒了 你哭得太难听了 我要是不行 你不得发大水 把我给冲走了 醒了就好 温大友 你可吓死我们了 多谢你舍身救了我们 以后我七宿门 欠你一个人气 好说 都是为了人见证的 应该的 其他人也是一阵的羞愧 温姑娘真是高益 一阵风吹过来 温竹青感觉身体哪里不对劲 但是呢 又想不起来 好臭啊 温姐姐 你身上好像很臭呢 温竹青自个儿闻了一下 也差点没吐出来 这是洗髓发间的代谢物 我去洗个澡啊 饿死了 你们赶紧做饭 等我回来吃 一眨眼 温竹青就消失了 这次洗髓发骨 比上一次更加的彻底 内脏感觉都通透了很多 那口浊气 就是内脏洗出来的臭气 难怪能够熏的 其勿会都恶心的狂吐不止 找了上游隐蔽处 洗了一个澡 换上了新衣服 神清气爽 筑机器和炼气器 天差地别 虽说是不能预见飞行吗 那已经可以短暂的滑行了 灵气足够的话 日行千里不成问题 力气也比以前大了十倍 解这次的雷没有白矮啊 主机器就是爽啊 突然 他看到了河里的倒影 温竹青都愣住了 这个光头女人是谁啊 一阵惨叫声传来 吴玉秀跟纳兰家跑过来问道 怎么了 这什么事啊 我的头发呢 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呢 他自己掉了 能活着已经是万幸 我不要在乎这些小细节了 哼 合着秃头的不是你啊 就算是光头 温道友也是很漂亮的 你也是因祸得福 能够在雷杰真下生还的 能有几个人呢 哎 话是这么说 可我还是难以接受 也没想过当尼姑的 我的头发 温竹青欲哭无泪 两人没良心地笑起来 还是陈青山人平好 喊他们吃饭 活着已经不错了 温竹青已经接受了自己光头的事实 拿出了一块布 把脑袋给包起来 肉烤熟了 温道友赶紧吃吧 多谢 温竹青虽然是可以不吃饭 屁股就好 可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还是想要吃东西 何况肉那么香呢 没有肉嘎嘎 那人生都少了一半的乐趣 青欧会吐完回来 张嘴就没个好话 你没死啊 哼 你还活着呢 我当然死不了了 吃饱喝足 收拾残局 精英之地已经被批得不成样子 阳光照射之下 多了一些暖意 以后这块地方 就变得正常了 那些活尸死了不少 大多数都只是受伤 阳光晒一晒 竟然呢 能站起来不少 惊得众人生目瞪口呆 这算什么呀 温竹青抓着一个 给人把脉 哼 竟然有脉搏了 那就不是猴死人呢 张老母死了 他们也恢复了 只是看着傻呆呆的 什么回事啊 或许是少了一魂的缘故 昨天张老母拿出的 那个万魂帆 可以吸纳人的魂魄 温竹青想起那个厨戒子 翻出了一个烂兮兮的魄帆来 是这个玩意吗 所有的活尸都齐刷刷的冲着他蹦了过来 有一种漠视被丧尸围困的记事感 停下来 活尸们果然就停了下来 眼底还有一抹委屈 这 是什么情况啊 温道友 你试一下神石 能不能够进入万魂帆 好 一缕神石进入了万魂帆 无数猙獰的魂魄浮现 看到他都下意识的互退 温竹青随手一招 几道魂魄出现在了手里 不敢有一点的反抗 不过 这些魂魄呢 都没什么意识 只是凭借着本能 攻击与臣服 温竹青退出来 说道 可以的 纳兰家眼神复杂 他一个正道散修 却能够控制邪魔的万魂帆 这算怎么回事啊 温竹青看出了他的心思 空拒而已 只看用的人 没有对错 我能控制他 并不代表我就是邪魔 就看我怎么用啊 温道友说的对 是我想多了 你可以把这些个魂魄 还给那些人 说不定还有救呢 真的吗 试试呗 温竹青拉过了一个活尸 万魂帆里面 有一道魂魄有了感应 把他送到了活尸体内 活尸打了一个哆嗦 眼底多了一些亲密 跟着呢 就白眼一翻 晕过去了 身体亏损太多了 就算是活下来 也得好好的调理 最好能够用上人参精的肉 他们才能够恢复如初 这个呀 去哪找呢 能活着就是万幸 我有一个补气穴的方子 先试试吧 可以的 归根究底 也是伤了底子 温竹青并不想暴露 小人参精 上一次他已经吃了不少了 人参精也不知道 有没有恢复 用别的药材 慢一点 那也不是不可以 所有的魂魄 还了回去 一地的相存者 摆在太阳底下晒晒 补充阳气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他们能恢复过来 真的是万幸了呢 怎么也不白忙会唱 吴玉秀很是欣慰 这么多人 怎么带走啊 温竹青分配任务 他去采摘药材 其他的人去打野鸡 找蘑菇 炖了蘑菇菌汤 加了药材 给他们吃下去 下午出林子 这次的任务 就圆满完成了 鸡汤大补 加上药材 足够他们有力气下山了 死了的尸体也带走了 用布包裹着 放在戒子里 交给他们的亲人 以免暴食荒野 找了一圈 也没找着张老魔的尸首 估计是被披成灰了 温竹青也没有在意 雷杰之下 没什么魔头能够活得下来 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走的时候呢 一串的人 还收获了各大宗门的友情 温竹青这一趟收获满满 走到山脚底下 宗门的长老们也过来接应 个人找个人的长辈 都是一阵的哭 温竹青有一些羡慕 曾经他也是有长辈疼爱的 可现在呢 只能自己坚强了 温姐姐 你跟我回毛山派做客吧 我们大长老挺喜欢你呢 你画幅这么厉害 要不带入我们毛山派吧 顾怀章没来 来的乃是毛山派掌门吴云川 你就是温姑娘 我这孙女啊 多谢你照顾了 不敢当吴掌门这么说 应该说是诸位帮了我 没有诸位帮忙 我一个人也得鲨鱼而归 温姑娘谦虚了 毛山派随时欢迎姑娘来做客 祖父 你不想说 温姐姐这么厉害的徒弟吗 多谢好意 我已经嫁了人 世俗中千万太多 不敢打扰你们清休 吴道友 好好努力 以后我遇到难处 还指望你帮我呢 这是必须的 我和师兄一定会帮你 得了众人的联系方式 随着各自的长辈回去了 只留下他一个人善后了 这么多失踪的人回到镇子上 惊动了县里 处理完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温竹青住在县衙的内宅 狠狠休息了两天 修为巩固在了筑基一层的顶峰 这次呢也算是收获满满 温姑娘 我们可以进来吗 进 许县令 有什么事情 温姑娘 大事不好了 我听说上面又派来人 直奔你们村子去了 看着不像是好事啊 我回去看看 多谢许县令了 不客气的 我陪着你回去 多少能给我几封面子 算了吧 官大一急压死人 许县令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温竹青不想连累许县令 他直觉 或许是梁正远的身份招惹的人 未牵验 那只是其中的一拨人 之后会有着更多的麻烦找过来 没有骑马 灵气运转 一步迈出去 那就是十多米 看着轻飘飘的 实则速度飞快 眨眼之间就不见了 此时的凌峰村 气氛极为压抑 因为冲进了一群不速之客 都是直奔着梁正远的宅子而来的 梁正远听到了动静 挥手让身边的年轻人离开 自己去会会这些个人 让属下带着小公子先走吧 只要属下还有一口气 一定保住小公子 不用 真的走了 许厉心虚 你们保护好自己 躲在暗处 没有我的吩咐不得露面 属下遵命 虽然担心 但是没有跟程勇一样 非要留下来 行了礼 快速离开 胡上自己连累了柱子 梁正远走出了房间 魏千燕也带着人过来 梁正远 你家小儿子 今年多大了 四岁了 有什么问题吗 生辰八字呢 梁正远说了一个 是当时落户的时候留下的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出什么事了 魏大人 我家阿清可是帮你去救人 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都快担心死了 这次 是我连累你们家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想办法护着你们的 梁正远深深地看他一眼 有一些意外 这人倒是仗义 没有说让自己 把儿子给交出去 平心事情 毕竟他们这些人 那一向是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多谢魏大人啊 梁正远并没有 多么的害怕 魏千燕也没有怀疑 毕竟他是当过兵的 胆子总得比 寻常的庄家汉子 来得大一些 很快的 马蹄声在门前停下 大门被人给撞开了 一行人嚣张地闯进来 朱熹忠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眼里可还有魏梦 原来是魏老弟啊 这事闹的 大水冲着龙王庙啊 咱家 不知道你在这呢 误会 误会 你现在知道了 这个是我的案子 请你们离开 魏老弟 老哥呢 也是为了你好 听说你折损了一大半的人手呢 肯定完不成上面的差事了 老哥哥好心来帮你一尝 这家的底细 老哥哥也查清楚了 很是可疑 他们家的小儿子 很有可能是上面要找的人呢 这样 你把人交给我带走 功劳 你我一人一半 咱们也别伤了和气 孩子们都躲在屋子里 蔡大娘护着他们 怕得手脚发抖 却死死地挡住了门口 不能让他们闯进来 梁书仪面色平静 眼底却有着绝望和无奈 梁书珊擦着手里的匕首 也是一样的平静 倒是小五一脸的懵懂 懂事的 没有哭闹 也知道家里面是出了事了 小五别怕 姐姐会保护你的 子儿没有在场 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我也千眼都被气笑了 姓朱的 想抢我的功劳 你还真是不要个逼脸 这家人我也调查过 我怎么不知道有可疑呢 咱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别把话说得这么漂亮 今儿个呀 你休想把人带走 既然你这么说了 老子也不浪费口水 我要是非要带走呢 除非从咱家尸首上跨过去 看看咱家干爹能不能饶了你 你怕是还不知道呢 你干爹差事办砸了 让皇上训斥 已经撸了植物 闭门思过呢 你以为那个老不死的 还能给你撑腰吗 魏千眼心中一沉 面上不动声色 不管宫里什么情况 现在咱们出门办差 就得按照规矩做事 你来我的地盘抢人 已经是坏了规矩了 督主那儿 看你怎么交代 那是我的事 反正今儿我是必须 把人带走的 为老弟 你也好好地想一想 为了他们几个 犯得着跟我撕破脸皮吗 魏千眼权衡利弊 一阵的沉默 他现在是绝对的烈士 没有一丝的胜色 属下派入去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活着没有 干爹又试了试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了 让开 你想抓我 也要有朝廷的手续 我犯了什么罪 如今天下安定 皇上仁死 百官清廉 天下大安 你们这些烟贼 却肆意迫害百姓 不怕御士们弹劾你们吗 你倒是 懂得还挺多吗 果然是有问题 军队确实有梁正远 这个人也取亲了 却没有这么多的孩子 你还是想好 怎么交代 这些小崽子们的来历吧 伤 全部拿下 如有反抗 格杀勿论 我看你们谁敢 魏千眼顾不上多想 先保住梁家人再说 抽出刀子 与他们对峙 幸违的 你找死 别以为老子不敢动你了 杀 废了他们 都是同僚 杀了也不好交代 但是废了他们 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们彻底打成了一片 梁正元也帮忙 倒是挡住了这帮人 魏大人 住手 竟然是魏千眼的一个下属 拎着小五走了出来 他背叛了魏千眼 李思成 竟然是你 魏大人 不好意思了 从一开始 魏之就是朱大人的人 只能怪你太傻了 这家人都有问题 魏大人也轻信那个女人的话 害得兄弟们遇险 跟着你 难有出头之日 水啊 往高处流 魏大人别怪我 你这个叛徒 怎么能是叛徒呢 这是内应 是杂架未雨绸缪 行为的 你输得不远 你们全部束手就擒 这么厉害的身手 更加可疑了 全部带走 是 梁正元攥紧了拳头 就要抬起手 放出令箭 召集人手前来帮忙 他们绝对不能够落在 东厂之人的手里 梁书山突然冲出来 匕首就扎在了叛徒的后腰上 把小五给救了下来 臭小子 你找死 真是个废物 一个孩子都对付不了 跟着他就撩起了袖子 一柄弩剑对准了梁书山 梁正元都没有来得及阻拦 弩剑就冲着小山的面门射来 一点寒光在眼前越来越大 梁书山就好像傻了一样 双脚不听使坏 眼看着就要被弩剑给射死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三哥 小山 扑哧一声 弩剑入肉的声音 梁书山的眼睛都红了 小山 我 我没事 是紫儿 梁书山回神 眼泪滚落 跪下抱起地上的紫雕 原来是紫儿在危急关头 替他挡了一件 紫儿呼吸微弱 紫褐色的眼神逐渐地涣散 梁书山悲痛欲绝 小孩子头一回感受到了心如刀绞的痛苦 他想起最开始见到紫儿的样子 嘴欠地让紫儿变成个小姑娘 哭着追着他回家 如果有后悔药的话 他一定说紫儿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小仙女 仙女法力无边 就不会死了 魏千雁目瞪口呆 温家的动物都这么的有灵性 更加坚定是要保护好温家人 否则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与温卓卿交代呀 李思成挨了一刀 但是呢 没死成 扯着小五说道 住手 李思成 你不得好死 咋家带你不薄啊 做内贼的 从来没有好下场 不劳你操心 就你这么心思手软 跟着你才没好下场呢 东朝 那可是吃人的地方 你不吃人 别人就得吃了你 小五使劲地挣扎 放开我 我阿娘不会放过你们的 阿娘 救我 哼 那个女人自身难保 她能来救你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不管是不是郑主 有个小崽子交缠 咱们也是打工一件 小五气得狠狠地 咬了一口她的手腕 小崽子你招死 李思成大怒 把小五给狠狠地摔了出去 小五 小满跑出来一跃而起 就想救下小五 只是小满刚刚炼气入门 也就比寻常的人身体好上一些 只能够用自身来当垫子 护着小五不受伤 危急关头 一阵风吹过 原本要滴落在地上的两个孩子 被人给捞了起来 避免了一场惨案 是温竹青回来了 敢来我家撒野 我看你们活腻了 袖子挥舞一下 一道刚风吹过 所有人都浮在了半空里 惊骇欲绝 这是什么手段呢 欺负我儿子 你们想怎么死 我们是宫里的人 你杀了我们也休想逃得掉 哎 温姑娘 冷静 确实不能杀 宫里不会放过你的 却将温竹青双手掐绝 一道道无形的灵力 犹如锋刃一般 朱熹中等人 瞬间就被千刀万剐 血色弥漫全身 你住手 我错了 求你停下来 救命啊 魏千燕等人都咽了一下口水 温姑娘好生凶残 终于 温竹青出了气 把他们丢在了地上 到时候 死也是一种解脱 杀了你们 岂不是太便宜了 朱熹中心里打着小算盘 只要能够离开村子 他就给宫里面传信 找更多的人过来复仇 温竹青沉着脸 他岂能不清楚他的心思啊 可是魏千燕说得对 杀了他们简单 却是要面对无穷无尽的麻烦 整个村子都会被连累 宫里的人比官府更加难产 更加的不讲道理 不讲律法 只看上位者的心情喜好 丫头 我有个法子 你要不要学一学 温竹青的脑子里面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声音 竟然是张梦江的 你还没死 老夫是那么容易死的吗 你不知道入魔有多超快 老夫早就留下一道神石 哪怕魂飞魄散 也能回到魔界 前年之后又能出来了 温竹青沉默 突然从荷包里面 取出了一个储戒指 这是和张魔头 唯一有关系的东西了 神石不可能一直在外面飘荡 必须得有衣服的东西 需要滋养 否则的话 离消散也不远了 你在这里面是吧 确实死不了 但是 你也小瞧我了 想跟我谈条件 你还差了点 一道真火在他的手指上浮现了 你说说 我要是日日夜夜的烤着你 那个滋味 是不是很美妙 你 你住手 有话好好说 姑娘家家的 不要那么残忍嘛 我现在只想杀人放火 别 你不想收拾这些人了吗 有话说 有屁放 不能让我满意 也就日日享受真火收口的滋味吧 我有一个术法 你只需要收取他们的一缕魂石 就能控制他们的生死 变成你的奴才 温竹青有一些心动 不能杀 变成奴才为己所用 那好像也不错呀 朱熹中听着他自言自语 又是弄出火苗来 心里面忐忑 这女的这么厉害 谁搞的情报啊 这误差也太多了 不是说只是一个村姑 会点白事 装神弄鬼骗钱的吗 温竹青和张梦江的对话 那都是神识聊的 在外界看来呢 就是温竹青沉默不语 面色阴冷的盯着这帮人 似乎是在想着 用什么样的酷刑来折磨他们 这可把朱熹中给吓坏了 魏千燕是一阵的解气呀 让你来抢功了 活该 他看着温竹青 感觉温姑娘好像又厉害了 以前觉得呢 他顶多是个身手厉害 会点悬术的高人 现在却觉得 深不可测 不像个人 当然了 这可不是骂人的话 是说他像个仙女 你 你想怎么样 咱家可是东厂百户 你不能杀我 哼 说什么打打杀杀的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百姓呢 怎么会杀朝廷中人呢 朱熹中送了一口气 能屈能伸 这事是我们不对 我跟你道歉 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招惹你了 你就当我们没来过好不好 不好 这么大活人 我不能自欺欺人啊 放心 我不会和你们一样 不顾律法 巧奸人命 那你想怎么样 你很快就知道了 温竹青已经学会了张老摩的控制之术 双手打出复杂的手印来 朱熹中直觉不妙 转身就逃了 手下们看老大都逃了 也跟着逃 温竹青都没追 就这么让他们逃了 其实啊 他的灵魂印记已经打出去了 脑子里面多了一些亮点 只需要动动心思 这些亮点是生是死 都在他一念之间 这些人留着 或许以后有用呢 温竹青就暂时把他们的命给留着了 以防麻烦 温姑娘 就这么算了吗 不然呢 你不是说他们不能杀的吗 哎呀 确实不能杀 否则整个村子都得被灭了 你是不知道东厂的残忍 你不也是东厂的人吗 我也不是好东西 你厉害 能这么清楚认识自己的人也是少有 你的属下我给救回来一些 送到县里了 还需要休养 你去领人吗 他们还活着 哎呀 太谢谢温姑娘了 不谢 你能挡住姓朱的 就是有心了 以后有事说话 钱给了 你们可以走了 魏千燕痛快地给了钱 问道 我的毒还没有解呢 好说 温竹青丢给他一个瓷瓶 一人吃一颗 多谢了 魏千燕带着人离开了 院子里没了外人 只有受伤的自家人了 母亲 蔡大娘不好了 蔡大娘为了保护他们也重了几刀 呼吸微弱 眼神都已经涣散了 眼看着就不行了 温竹青急忙进屋 小山抱着子儿一脸的哀求 阿娘 子儿能活下来吗 温竹青先看了看子儿 修行的领悟生命力很强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就先救蔡大娘 姑娘 别伤心 我去找我女儿了 在你家里 是大娘过得最舒服的日子 大娘能认识你 一辈子也值了 大娘 你别急着去找蔡姑娘 这一家子人你就能放心吗 有我在 哪怕有一口气 也能从阎王那儿给你抢回来 放心吧 温竹青给他把脉 确实不太好 肚子上中了几刀 伤动了肠子 神血过多 如果是现代医院呢 肯定是可以救活的 古代嘛 外科落后 那就很难说了 不过遇到他 这点伤还不算是太过棘手 先用灵气包裹住伤口 不让他继续流血 抬到了床上 准备做手术救人 连同子儿一起 他一次救两个人 梁正元也受了伤 不过呢 还能够行动 梁正元打起精神 让下人们收拾院子 等着温竹青出来 这一等就是大半天 傍晚时分 温竹青终于是稳住了两人的伤势 只可惜伤得太重了 要是没有好的天才地宝 蔡大娘的身体不会太好 你荷包里不是有个灵芝吗 这玩意儿活死人肉白骨的 这点小伤 一丢丢大就能恢复如初了 尤其是那个紫雕 吃了紫灵芝 修为也能提升了 也是因祸得福了 你家还有这等灵物挺稀罕的 温竹青的眼神一亮 他都忘了紫灵芝了 马上取出来给二人吃一下 蔡大娘的伤势肉眼可见的恢复了 就连伤口都恢复了 疤痕都没有 这也太神奇了 之后是紫儿 喂的多一些 原本一巴掌大的紫雕 现在变得有一尺来长 那上好的皮毛 摸着可舒服了 这要是做个微薄 肯定舒服呀 刚刚苏醒的紫儿都懵了 你竟然是这样的女人呢 温竹青给吓了一跳 醒的咋这么快呢 紫儿 感觉怎么样 还行 等我修炼到了话行 退去真身 给阿娘作为我 也是孝顺您了 呃 我就是随口一说哈 行了就好 多谢你救了小山哈 不过下次救人 记得先保护好自己 别让自己冒险 你有事 阿娘也很难过的 紫儿还以为在温竹青的心里 梁书山会更加重要一些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子雕 没想到温竹青是真心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 也关心她的生死 感动的是直落泪 蹭着她使劲的撒娇 阿娘的怀抱可真温暖 好了 别撒娇了 看看你的修为 进步多少 好多 紫儿马上运行灵力 检查自己的伤势 很快就惊喜道 啊 竟然到了练古期了 只好就是灵丹期 就可以化形了 紫儿的修为还不能够化形 是走了捷径 借助梁书山的嘴化形而已 离着真正的化形还远着呢 您好 好好修炼哈 蔡大娘声音一声 也醒了 眼神茫然 我还没死的吗 是啊 没死呢 有我在 哪舍得您老人家走呢 蔡大娘一下子坐起来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姑娘的医术可真是厉害呀 比她年轻时我还有力气呢 那挺好 我多留几年 帮阿清带孩子 几年怎么够呢 您长命百岁呢 子儿本性也是孩子一样 坐不住 按热闹 恢复人生 抱着蔡大娘就撒娇的 蔡奶奶 你都变漂亮了呢 是阿娘又珍贵的灵芝肉救了你 您且安心活着 百岁只是开始 两百岁都不成问题 那不成老妖精啊 蔡大娘很是感动 有这帮孩子陪着 她活多少年都不会孤单 都觉得高兴 梁正远和孩子们还等在外面呢 温卓青打开了门 嘚瑟道 我出马 当然没问题了 太好了 子儿 我会为你负责的 我娶你当媳妇 你想什么没事呢 你才多大呀 就想娶媳妇了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是姐弟 不能在一起的 可是村子里的婶子们 都说子儿是我的童养媳 他们大嘴巴瞎说的 你拿什么养媳妇啊 你有钱 还是有本事 自己都要媳妇保护 我们算什么男人啊 可是阿爹 不是也让阿娘保护吗 我能娶个好媳妇就好了呗 这也很厉害的 梁淑珊就爱说大实话 梁正远手痒了 这孩子该揍了